希望我們的新的內閣來呼應我們人民的需求 建國會立委手舉春聯上頭寫的卻是改革創新 民事暗示都在向中央喊話 新年後要看到內閣有新氣象 而若內閣改組各界推測新任正副隔魁 可能會由前副總統陳建仁 以及前桃園市長鄭文燦接手 隔員部分前交通部長林佳龍 被點名可能接任總統府秘書長 前基隆市長林又昌 則被認為是接掌內政或交通部的重要人選 當事人說得隱晦 但記者會似乎正為兩位政國會的終身代抬教 關鍵還是在於立法院總預算通過後 蘇奎任務是否會隨之告一段落 之間彼此做的決定都會互相支持 待惠琪畫下據點 行政院長蘇貞昌周冠麗 下午四五點會前往立法院制限 市區失流到時也會有答案 華視新聞站全力未成台報導